直指北市官員該負責 為了卡神案議會特開專案報告 要柯文哲請子說明 但爭議沒有釐清 疑雲越滾越大 點破卡神好麻吉 同時也是時任官傳局長 頭放水 只見柯文哲一臉尷尬 不止官傳局表演輕鬆拿 強調是因為WTA有授權 楊蕙如的意識公司資格 才給錢的體育局 連也被打得很重 楊蕙如是先拿了 台北同意主辦的行 給了WTA WTA才說好 那我同意你改在台北辦 所以他是先騙到我們的行 再去騙WTA 算你很聰明 你一定懂我的意思 他就是買通貸通 問了柯文哲 啞口無言 喀聲案讓國民黨各個撿到槍 十幾個議員連番質詢 偏偏左看右看 一個民進黨議員都沒有 敏感時刻綠營不見人影 尤其如此神通廣大的背後 毛頭也都指向自己人 楊蕙如的好閨蜜 實現民進黨議員 實現民進黨議員 嚴勝冠 從建議有的關係 我的問題很明確 有或沒有 不是 我的部分他沒有 好 軟糟糕有的關係 好像沒有 嚴勝冠有的關係 加上自己也是卡神旗下網軍的受害者 嘴巴不講 但柯文哲表情已經說明 民進黨就是當中的鬼 楊蕙如神隱至今 關鍵人物也依舊搞消失 政治蟑螂持續糾纏